為什麼吳欣穎的事情可以燒10天 這是一個政治的話題操作 打你的認同問題 然後透過媒體來激怒你 放任這個議題來延燒 今天是蕭美琦的問題被抓到了 發覺比吳欣穎更嚴重 因為他的父親是中華民國籍 他的母親是美國籍 但是他在日本出生 所以當時他是我們的國籍法是俗人主義 所以他父親有中華民國籍 他就應該本身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 只是他當時沒有拿身份證 所以美國局又要來去放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整套的劇本 為什麼昨天內政部 馬上這個發言人出來講說 現在三組人的這個 因為這個中選會有這個 去韓要求內政部來說明 他馬上出來直寫說 三組人都沒有問題 那為了就是幫蕭美琴 直學嘛 因為如果要打到國家認同度 要打到所謂的國籍的問題 蕭美琴比吳欣穎的問題還要嚴重 還要多得這個bug的問題 那今天中選會 12月5號 他 會正式針對他們的資格來 進行審查 其實這個審查 原本預定是到12月15號才有公佈 所以今天如果沒有蕭美琴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問題 會再燒十天 這中間就是一直在刺激吳欣穎 刺激我們這個民眾黨的陣營 透過不斷的新聞炒作 讓他來跟新聞媒體 有一些 這個回應上的一個 這個 攻擊的一個點 就是ий STACK 他們也要見到 他官司 刺激 他們是快樂acağ 這樣就是